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不复杰说国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录像嘛 真罗伊,这个是我刚刚审稿过的一个录像 就正常你要想魏国也行嘛,你喜欢魏国建议选这两个自学的,喜欢俗国的话 恶也必抓嘛,然后看自己的样子,喜欢梦魯还是小胖,抓一个 就这把的徐处,从头脱到尾,就每个回合他都脱,然后带着他的一个队友2打6 他的队友不是离点,是一个国家,2打6,我先剧透一下吧,这个东西 9分钟 刚才那个以一代佬肯定是掀开的嘛,你要找出铁锁,因为你是裸易状态的 你的铁锁就是比较舒服,铁锁杀的话会很舒服嘛 他们的好像是个群内局,所以他们这个打的可能关系比较好 什么的打或者怎么的 这个5号位跳了个飞群,然后好像要吃菜的样子,然后这个姜维给吃 他反正他也不管了,他谁都打,他群也打,他胃也打 然后刚才那个黄英英口就在那下说,我要跳位,打群,是不是这么做 这个主角是我们的老常客,770 看不起我们许楚啊 这么说吧,这局2打6 其实准确来说,就是说 还有5号的一个些许的一些功劳 还不出来 这个话也是够猥琐的啊 这个就没办法救了 要射一下吗 既然要射,为什么要练铁锁啊 反正没事,闲着也是闲着嘛 庞德脱广,然后没有赏 然后主角有这个无邪 一手的杀呀,四血一手的杀 相当的爽 是不是有一种打深温场的感觉 深温场那种许楚 因为这个许楚打下去就是 就是一点力学 我等杀佛 谁来与我大战三番回合 谁来与我大战三番回合 还是杀,摸到的还是杀 拖了之后他还是有杀 然后有个人王盾嘛 那可能说稍微反 反个铝无双还是反 反得住 他就是不断杀 这猪狗应该早就早就可以出来了 爹吧 就这个 要不你就选邓爱家 要不就选个国家巡女 国家巡女打团很厉害 邓爱国家的话 打团和三条他都很厉害 稍不稍脚气卡 打了23分钟 还是比较长呢 加倍速吧 就这里我 我跟那个 这个也是七七零打的 就后面有个思路 就他打的也有道理 我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 大家自己看吧 喜欢哪一种 觉得哪种对 就觉得哪种对 三号就忙了那个下家 然后在里脸就说没有死马 我就 花莽了 我大人 是个妹子 这就把这个限定机给用了 这个也 这个限定机可是 比较好用的一个技能 比较关键的一个技能 怎么这么早就把他用了 看了嘛 就看了呗 他 他们这个是群内哦 可能如果打到的比较好 他们可能也有 也有些人打的不是特别好 嗯 嗯 热之前 砍一刀不是很好 这样热挫概率低 那 砍一刀的话 这个也不好说嘛 因为他三号他也358 呀 这里对邓爱国家比较克制的 一个是黄中 一个是 就是这个师徒 黄英英的话 就是说人品好吗 那如果人品好的话 他也是能抱起来的 因为黄中的存在哦 就是这个邓爱可能就没什么用了 那 就是黄中打那个国家嘛 但是就是说 邓爱他其实又有一些用 就是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牌 可以腾停 腾完天之后 顺他的距离 卡他的距离 其实说 用嘛 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 可能用处并不是特别大 你想假许就是假许龐德 对这个邓爱国家比较克制 没什么威胁 还有什么蒋青也是 没什么威胁 没什么威胁 所以这个忙了的他是个独裁 他就是想这一下嘛 你看 就是 就是 师徒这个组 你是不知道他 他可能一水 但是他有五星 他说不定 随便 随便逛两个桃子 他就满了 以前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 玩那个一为一哦 老一为一嘛 那老诸葛 我可能我自己 不喜欢用 因为老诸葛很烦 但是别人用老诸葛的时候 我也特别不喜欢 因为他很难杀 你知道吗 你可能看着他医学 但是他 一下子 又吃两个桃子 又光两个桃子 然后你就 就很难杀了 就老诸葛他是 只能空手而归 有得良田在 何仇不破敌 结果这个男盲 如果是我 可能会 拿过来吧 因为男盲 是可以打伤害的 而且男盲 打老诸葛还是挺好打的 你看 他又吃一个桃子 所以这个 就特别烦这个老诸葛 然后老诸葛 就师徒的当挑 大家也都懂得 是非常强的 可能说打 那个邓爱国家 可能会 防一点 但是他有很武 很武的话 就锅牌大嘛 你先夹曲旁德 他对那个邓爱国家 也其实就是个白马 你拆那个 你拆那个 他可以把一些 什么黑色的 一些 锦囊嘛 他自己囤的 嗯 他自己用不了 他也可以把他囤下 是不是 那其实 或者你出 就你下他牌 他可能能过到一些 连赢到那个 什么杀 什么其他的 攻击 也可以 像周泰奖青 也是个白马 你拆那个 天爱国家 没什么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 没什么意义 因为桃子这么好玩 只能抽拆个黑无杰 黑酒什么 就 我就是跟那个 就 770 就产生这个分离 因为他是想要去救嘛 然后我是觉得那个 老猪狗 是很难控的 就 试图很难控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救 因为他是想要救老猪狗 然后通过老猪狗 就是光星把那个 虽然他只有两部去嘛 那 然后把那个 周泰弄死 然后周泰弄死 之后 产生了一个 两个鼠狗 两个群雄 他作为一个 BOSS级别 可能别人会觉得他是BOSS嘛 但是 就是说 毕竟说 还有两个群 两个鼠 他即使是BOSS 可能说还有一些 顾忌吧 他 他当时的思路是这样子的 因为比如说你先把 赤兔把他弄死之后 你在那个五星的 控制之下 你可能摸不到什么好看 小小娃娃 如笑未干 杀 有点 好像水喝多了 有点打嗝了 就是他现在他是五星 然后他能控那个 击骨于此 灯爱家的一个牌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能摸到什么 就是 万一他现在也能磕两个桃子呢 所以是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这里 因为他们是群的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 那个 当时是怎么想的 有可能 比如说 那个 如果有个人带头去打 灯爱国家 可能群里面的人都不要去打了 那 也会觉得 灯爱国家 他是个boss嘛 就会四个人 齐心去弄你 也有可能 他选择把菜吃了哦 就是你想 就是 你把菜吃了之后 现在这个灯爱国家 他这个能力哦 他是可以 一打三的 就这里 我是觉得他可以把江维收了 他 留得良田在 何仇不破敌 杀你们的鸡骨于此 已至四方 因为他就是说 但是可能是觉得他就是说先把那个江维 就是做 让江维做嘉义嘛 但是可能是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他杀了江维的话 这黄中就会杀到他嘛 像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杀黄中会好一点 因为杀完黄中的时候 江维嘛 他现在已经是个三江维了 满血江维 在某一个程度上啊 在某一个程度上 就是贾雪嘛 磕那个黑田嘛 但是你去打这个贾雪 你并不需要田啊 你打他 是不需要田的 你只要一刀一刀就卡就可以了 然后 因为黄中的存在啊 黄中他当 就是 卡你的距离可以吗 就是你卡他距离 当然可以 如果你卡不住他距离 你现在如果摸不到 莲弩 和这个桃子 就你的欧气不足 你的欧气不足的话 那他黄中他有机会打你的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你这样 就是庞德去打那个庞德嘉曲去打那个 嗯 邓爱嘉他其实是更加难一点的 然后这个视频嘛 就 入到这吧 最后就谢谢大家